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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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要更歸介紹一下 有關於初等跟無等考試 第一個要更歸介紹的是 近年來國考占分的比例 我們大致上來 國家考試裡面在法學大一這個區塊 是很範圍很廣 舉方總論 憲法 行政法 民法 刑法 還有其他的個論 那以總論來講 最近這幾年佔分的比例不是很高 總論談什麼呢 拉哩拉扎什麼都談 法律的制定修正費值 法律的分類 法律的解釋 法律的制裁 那我在初等裡面 最近這幾年喜歡考試法律的解釋 法律的制定修正費值 制定修正費值來自於中央法規標準法 所以這個法規是考前必讀 中央法規標準 大致上有時候會考兩到三題 那就賺到了 結果二十幾個法條 考兩題三題 所以那個叫做CP值很高 是不是 以總論來講 題目佔比較不多 大概四到五題 接下來 總論再來是行政憲法的部分 憲法大概八到十題左右 而且最近憲法來考題 喜歡考大法官解釋 以前大法官解釋出現在三等跟四等 最近這些點事委員不曉得怎麼回事 可能是因為大法官解釋做了太多了 現在七百九十幾個解釋 以前我們念書的時候大概只有兩三百個解釋令 現在一下子七百多 你很難想像這些大法官很勤快 所以這些點事委員他們把這些大法官 納進在裡面了 所以以前是國考三四等 高考補考才讀解釋令 現在初等也要讀多少讀一點 那你說解釋令那麼多要讀哪些 跟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有關的解釋令 幾乎啦 幾乎百分之八九十喔 都考跟平等原則有關的解釋令 你看我們初等考過了你知道嗎 一瓶米酒 沒有按照購賣價格就給他划兩千塊 這太過分了啦 違反什麼 比例原則 要按捺指紋才能領身分證 就侵犯人家的資訊隱私權 這違反什麼 比例原則 違經許可 違經許可 違法性 緊急性就要申請許可 大法官說 極違由刑法規定要申請許可沒有錯 可是違法性 緊急性的事件寫得得及申請 你叫做強能所難 違反比例原則 718號解釋 所以 以上都跟比例原則有關 跟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有關的 你要小心 這是憲法的部分 要不憲法現在習慣考什麼 考總統的職權啊 跟總統有關的談而罷免 還有考五院的職權 你會發現在憲法裡面幾乎現在很少看到考 考什麼 考那個基本國策 基本國策考在高考補考其實也很少考 所以那個第三章的基本國策 你看過就好了 不要花太多刑事在上面 倒是總統跟五院要小心 這是憲法的部分 再來呢 行政法 哇 範圍太廣了 那個高普考行政法要考 對 那個一上上到天空地上一整年 因為它範圍太廣 但是我們初等五等比較集中在哪邊 在行政程序法的第一章第一節 他是幫你把範圍縮小了 第一章第一節談什麼呢 談通則 裡面最主要是四到八條談一般法律原則 一般法律原則 一般法律原則 最近這幾年都考什麼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原則 甚至在今年的初等還出現過 禁止不當年節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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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第一章第一節 它是在第二章 在行政處分的部分 在九十四條 行政程序法九十四條 禁止不當年節原則 強調手段目的 除了要符合比例要求 還有實質正當合理實質的關聯性 所以行政法 它雖然範圍很廣 很好掌握 就行政程序法 裡面第一章第一節 第一章第一節 一到十條 行政材料也考過了 第十條 然後再來其次就是行政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從第四條一直到 第四條 一直到第八條 這些行政訴訟的種類 撤銷訴訟 客語訴訟 確認訴訟 給付送 那他現在考慈立體 一個立體給你說 請問這個要提什麼訴訟 比方說政府公佈 某一家的廠商 它有違法添加 在食品裡面添加違法的添加物 導致到商譽受損 那你希望政府回復的商譽 不要再發布這種不實的商譽 影響到商譽的做法 這叫什麼 不作為的請求 不要再發布那些訊息了 影響我的商譽 或者請求回復商譽 作為不作為請求 第什麼 一般幾副訴訟 所以現在考實力體 我都是很挑戰喔 行政訴訟法的考題是很挑戰 它比民事訴訟法 跟行政訴訟法來 更具挑戰性 民行士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其餘都是考存法條的考題 所以民事訴訟你要遞的 這是羈押的要件 載審要件 這個要件一定要留意 哪些事件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你看民事訴訟427條 哪些適用簡易程序 列了一大堆 原則上我們說是 財產標的金額在五十萬以下 採簡易程序 可是有很多是 就算他財產標的金額不在五十萬以下 仍然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比方說合會票據 這個是你要 你不背沒關係 但考捷應該把他熟讀的 簡訟程序 包括各位注意一下小額訴訟 十萬塊一口才小額訴訟 那法條上有金額比方說 過去我們的地方特考五等考過 抗告幾天的法定不變幾天 抗告 抗告是十天喔 上訴是對 抗告是十天 上訴是二十天 那再審是三十天 三十天 這個要背啦 五十萬這要背 五十萬這要背 十萬要背 比方說明示訴訟 四百六十六條 我們第二審查檢標的金額沒有超過多少 不可以再上訴到第三審 一百五十萬 法條上面寫一百萬 很多人會以為一百萬 現在命令調整了一百五十萬 這是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這種都存法條 行政訴訟現在呢 這種訴訟類型會考變化題 那要小心一下喔 現在簡易訴訟也在考 交通裁決也在考 簡易訴訟來自行政訴訟法裡面的二百二十九條 那交通裁決在三百二十七之一 一直到三百二十七之九 這個區塊你要小心 那行政法我剛剛講了 除了一般法的原則就是行政訴訟法這個區塊 公園法我會考一下 考公園的救濟要小心 有副省跟申訴兩個管道救濟 記不記得 公園保障法裡面的二十五條跟七十七條 這是要留意的地方 這是行政法 行政法在一百零九年的初等 佔有大概十五題 所以包羅萬象 再來其實是民法大概十題左右 第二就是民法 民法當然喔 因為它一千多條嘛 短時間消化不容易 但你要注意兩個區塊 一個專有名詞 法條上坦的專有名詞 比方說在民法的轄篇契約裡面 他就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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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契約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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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這是什麼契約 我們警察特考考過居間啊 居間啊 那我們初等裡面考過 特種買賣裡面的試驗買賣 有沒有這樣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這種專有名詞 你看過去曾經考過 那個什麼 過去啦 過去曾經考過這種專有名詞裡面的分別共有 共同共有 今年的初等又考了 共同共有 但是它不是單純考共同共有這個名詞而已 它是考上下法條 比方說共同關係可不可以分割共有物 當然也不行 共同關係是因為什麼 因為合夥啦 或者是繼承沒有分割 或者是繼世工業 這些產生共同關係 要共有一物的所有權 你這個共同關係沒有宗旨沒有消滅可以分割嗎 當然不行 什麼叫繼世工業 祖先的宗旨 宗旨 你可以說我們來分割一下 這塊土地太值錢了 不孝的子孫 怎麼可以分割 所以在共同關係沒有宗旨之前是不可以分割 合夥在沒有拆夥之前不可以分割 這是很簡單的概念 只是大多數人沒辦法去分別 什麼是分別共有跟共同共有 分別共有很簡單 按照自己應有部分 共有一物所有權 什麼叫應有 佔的比例很明確 甲乙丙各出20萬 總共60萬買一台車 他們各佔多少 三分之一 那就是應有部分 你要怎麼處分 那是你的事 可是如果共同共有你要處分 你要經過全體所有人的同意 宗旨要處理 要經過全體這些子孫的同意 是不是 這叫共同共有 這今年比較特別 共同共有以外 今年出現一個 借大歡喜的叫做法人 大家都知道 法人有分成什麼 社團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一定是什麼 公益法人是這樣嗎 當然不對啊 民法在4546條講清楚 社團人可以是公益法人 可以是什麼 盈利法人 這很簡單的概念啊 那財團一定是什麼 公益法人 所以你要這樣背 公益財團 公益財團 社團可以是盈利 可以是公益性質 這很簡單的概念啊 兩秒鐘就可以作答了 法人的部分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法人 要向主管機關幫你登記 這個主管機關今年也有考了 法人宿所所在地的法院 我說這個叫名詞啊 法人 它衍生出一些相關法條的考題 所以現在出等不是單純靠一個名詞 也會怎樣 前後法條一塊考 比方說過去考撤銷 都是錯誤意思表示撤銷 被詐欺脅破撤銷 現在不是啊 現在還會考前後法條之間啊 比方說行為能力 這最常考了嘛 那行為能力有完全限制跟無行為能力 它會考你這個限制行為能力 它的單獨行為或契約行為 甚至使用詐數這種行為有完全行為能力 或者是經法定代理允許處分 對 純財產 這到底有效無效 所以這一塊考從名法裡面 從78條 77一直考到83 84 85 嚇人啊 不是我嚇你啊 這種名法法條因為太多了 它單純考一條 法不來 它就一口氣一個考題裡面考四五個法條 所以你怎麼去應付它 行為能力很常考 行為能力要搭配法律行為 那就前後法條都要一塊看 要養成這個習慣 不能單純考一個法 看一個法條 OK 這是名詞的定義的部分 還有其實在名法很多關鍵的法條是非看不可非背不可 我舉個例子 英氣分 名法11144條 這種英氣分會考實例題 我們都知道 英氣分就應該繼承的比例 應該繼承的財產多少 那這種一定會考什麼 賈夫以妻 賈夫死亡之後 留下的生有秉丁 秉丁子女 那秉丁他的英氣分是多少 他如果財產300萬的話 遺產 我們說如果配偶跟直氣血氣便氣俗同一繼承是平均繼承 他靠你英氣分 你要背這個平均2分幾 2分幾 3分之2 對我們的話來寫 名法裡面的1144條 還有包括繼承的順序在名法138條 第一順序直氣血氣便氣俗 第二順序二父母親 第三順序兄弟姊妹 第四順序主母 這一定要背 OK 這是名法裡面我說關鍵法條 比方說特留分又考啦 特留分你要先算完英氣分再來算什麼 算這種特留分 對 英氣分如果是配偶 直氣血便俗 他算完英氣分要成為1 2分之1 才是他的特留分 所以這種是數學體 簡單的數學體 也是屬於法條體 這種關鍵的法條你一定要留意 今年齁 今年初等考是要考一個遺族 我們都知道遺族有五種 他五種考了其中四種把它放在法條 放在考題裡面 登登登登登登 A B C D 放了四個法條 其中一個見證人 口售一組見證人 兩人都要一塊書寫筆記錄下來 不是啊 見證人其中一人就可以了 這考你對法條的熟悉度 不難啊 難再說這個法條到底有沒有看過 看過有沒有特別留意一下 我們說法條那麼多 當然有些法條總是會lost掉 那怎麼辦 至少過去這四五年 考過的考題是一定要看 看完之後呢 特別注意 我說他前後法條的關聯性 這是明法的部分 刑法的部分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主刑重刑跟保安處任 而且特別注意一下賭職篇裡面的什麼 賄賂圖利罪 賄賂圖利罪 這是很喜歡考的部分 主刑重刑喔 你看主刑從106年考的時候 考到現在每年都考主刑重刑 保安處任 特別注意一下保安處任的對象 他的期間 比方說禁戒處任 真的兩個對象嘛 一個什麼 酗酒犯罪的 一個失吸毒的 他的期間只有一年 不能超過一年 這叫期間 我們初等考過監護處任 監護處任的期間是不能超過五年 對 五年內監護處任 OK 那像今年的高考考一個感化教育 感化教育對象有兩個 一個是未滿14歲 一個是14歲 未滿18歲的 感化教育的期間是三年 以上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 你要注意的法規 憲法 明法 行政法 刑法的部分 其實訴訟法我跟各位介紹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訴訟法的法條 因為他是90%以上都是純法條 那法條上有巷刺的那個要件 要特別小心 OK 謝謝